记者黄美朱竹县报道 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今天提出用科技创新农业发展 用农业让科技更有生活味的科技农业创新证件 计划让境内农民所饲养的猪、羊、鸡、牛、鱼 经由农业经济云的建设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AR、VR等科技技术导入 在云端座遥控加热、积水、喂食、或是监测机制 株质生长状况是否异常、饲养环境温湿度变化 以及余温水质监测等、推动智能饲养 建立从生产到销售过程的完整履历 而这些,他希望彤彤只要一指就能搞定他的这套创新农业证件 获得新竹县13乡镇市区农会龙头 以及多名青农代表的支持 县农会理事长范刚宏、总干事刘德威 前农会主委范震宗也都到场力挺 杨文科说 他日前获得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沈国荣等的支持 现在又获得各地农会组织认同 所以让他想要结合双方 建制前述智慧科技装置以加惠新竹县的农业 是新竹县的农业因此升级 间接带动观光修间农业展现不同的风貌 让在新竹县物浓显得智慧化 创新又有话题 这些智慧装置例如 利用红外线侦测机制或株质体温以防疫 用遮断装置避免大闸泄落跑 用超音波探测乌鱼进食状况 或者对乳牛植入晶片 透过传送云敦的数据 协助四主分析出秘乳量最佳化的条件等 此外 杨文科也具体保证 如果他当县长 对于农民个人从事物农的植栽保险 他将编列预算 用线库植应 全额补助农民的自付额部分 而在农作物天然灾害保险上 他也承诺会争取中央同意 在农产业保险事办补助要点 加拿补助农民保险费到50% 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给农民的辛苦耕耘 更有保障 新竹县政府农业术表示 前述农产业保险的事办补助 新竹县府和中央补助的作物 有水梨和水稻 另外就是农业设施的结构体 这三个项目 其中水梨中央补助保费的三分之一 每公顷最多补助三万元 水稻补助二分之一 没有上限 农业设施结构也补助二分之一 但每公顷最多五万元 新竹县府另外提供水梨保费三分之一的补助 一样每公顷最多补助三万元保费 今年第二季也开始受离水稻的保费补助 这个部分现幅补助四分之一保费 再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